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著頭顧高布杰 昨天我告訴大家 這裡 我跟大家講說 來到了一個初步的滿足區域了 來到這個區域 我請大家看今天 這個四個半小時的一個走勢 因為你四個半小時 在股市當中看什麼 你就要看到那裡面的內涵 看到裡面的結構 所以我一開始我要考大家一下 來 投資朋友 我畫了這個圈圈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你看到了什麼 再講一次 這個好像是拉 拉 拉 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給你三十秒 這個拉抬當中 你看到了什麼 為什麼今天好像 有開始回檔的跡象 這三個很重要 就跟我昨天跟你講的 這個有很大的關聯性喔 好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就看到裡面的結構 你就會知道邏輯方向 那我剛畫那幾個圈圈 你就很清楚知道 我要跟你講些什麼了 好 那直接進入重點 基本上 現在來到一個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來 我請大家看 這是今天的K線 我們昨天有講到一些部分 就是這個叫季線 那滿足點已經來到這個區域了 那來到季線的時候 我昨天已經透過 所謂的巴葉理論 我還是跟大家 review 一下 昨天我跟你講到巴葉理論 如果 第一時間你沒賣 那它覆乖離太大的時候 它會做修正 那來到修正的時候 你應該是找賣點跟空點 那修正 已經修正這個覆乖離的 跟季線的覆乖離 好 來 我們要進入重點了 來 第一個 我們先注意美股回檔 你要注意喔 美股最近很強對不對 好 為什麼最近外資一直在買 還有這個 跟上個月在賣 重點來了 訊息來了 為什麼最近外資會買 你還記得在這個時候 你擔心說外資在砍 我跟你講說 放心啦 外資會開始買超 買回來 好 那既然已經買了 那這時候啊 情緒共款的機制要做好 因為我要從美股的角度跟你講 因為這段的行情 這段的買超 外資是因為看到美股漲了 它開始回補 開始回補 我一直強調本週要注意美股 因為量價被離的一個鐵律 我一直告訴他權王理論 或許有些老朋友還忘記了 所有的權王理論就是說 當這個多頭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你量要跟上來 如果沒有的話 就算他漲 權王可以給對手打兩拳 沒關係 打兩拳不會怎麼樣啊 不會把權王打倒 因為量不夠 好 當你的量不夠的時候 權王就要出拳了 一出拳就會進行這樣的修正回檔 那美股呢 美股就是啊 量一直出不來喔 這是稻窮 稻窮還算強的 還算強 但是呢 它漲這麼多之後 你要注意本週它回檔 那回檔會有什麼影響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一下 來 來 Next Day 這個Next Day也是一樣 它有過新高 你注意喔 你注意這個頸線不要跌破了 跌破的話會變成什麼 假突破真拉回 而且 來我們這邊照大一點 好 這裡有一個 兩個 三個跳空缺喔 當三個跳空缺喔 結晶球有出現的時候 它量縮掉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跌破頸線 當一跌破頸線就是 假突破真拉回 那代表這三個缺口 都會回補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這個 當美股回檔的時候 那 你現在看到這15天的外資買超 會不會轉為賣超呢 再來 費城半導體比較弱 它沒有創新高 它真的比較弱 為什麼 就跟明年的景氣有很大的關聯性 它也留下了一個 兩個跳空缺口 那 因為量價倍率之後 它先回檔 它已經領先回檔了 所以接下來你要注意喔 費城半導體只是回檔的 幅度會比較深喔 會比較深喔 好 再回到剛才最先的議題喔 要注意美股回檔 當一個美股回檔 你看到這裡 這陣子它是買超的 外資買超的 那你回想一下 這個 9月份的高點的時候 也是不是 也是外資買超 當它開始轉賣的時候 就一路跌下來 你還記得吧 不要這麼快忘記 歷史的教訓 之前的教訓 因為我這裡就是要提醒大家風險 這個風險 基本上你要注意啊 當它開始賣的時候 你不要看它前天大買 大買為什麼買不上去 問題在哪裡 我直接跟大家講 你把握今年最後一次 逃命的機會賣點 好 再從細微波裡面來看的話 這個是大盤的60分鐘線 來 你仔細看喔 昨天往上攻 再加上今天往上攻的過程上 突破這個高點 這個高 上禮拜高點的時候 你仔細看 價過高 但是它的指標 沒有跟得過高喔 沒有跟得過高喔 所以它會形成所謂的 背離賣訊喔 背離賣訊 這是一個訊號 你要值得注意喔 當它量價背離的時候 你要注意 這裡有一個兩個三個缺口 它都會來回補 所以大家在談說 這是一個導狀反轉 請注意 接下來當回補這兩個缺口的時候 導狀反轉確定是失敗 不可能 我之前也講過了 導狀反轉不會在 9000點這裡形成的 懂意思嗎 好 這是大盤的一個賣訊的部分 那這一波上漲的工程是誰 台積電嘛 台積電這陣子外資狂買 狂買 但是你注意喔 它今天為什麼買不上去了 買不上去了 跟什麼原因有關 跟我剛才跟你講的 注意美股的回檔 有很大的關聯性 因為 當那個美股回檔 那台積電 當外資轉買為賣的時候 量價背離 量價背離回檔修正的時候 大盤會怎麼樣 你覺得大盤會怎麼樣 你覺得大盤會怎麼樣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講 好 再來 從細微波裡面來講的話 你看到了台積電 一直往上突破的過程當中 它的指標 已經出現二度背離了 這個點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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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過 沒有同步過高 所以形成了二度背離 再加上量價背離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當台積電一回檔的時候 外資會做什麼動作 轉為賣超 好 那一個賣超對大盤有什麼影響 好 那今天 今天雖然是小跌的過程當中 但是有的股票跌翻了 它叫什麼 友達 它就友達 它今天跌成這樣 好 有人會認為說是中韓FTA簽署了 衝擊最大的是面板 但是呢 我們如果從記住面 你今天看到這個消息 昨天下午的消息出來之後 你會錯愕 來不及怎麼辦 會很錯愕 但是如果你把技術分析學好的話 你可以領先 你還記得吧 來 11月3號的時候 來這邊 11月3號 我告訴大家說 來 不要再追了 短線賣點到了 好 再來 11月4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哇 你要注意啊 它的龍券暴增 為什麼 有人先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會先知道這件事情 從記數面可以知道 它要回檔了 它要回檔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它回檔 其實是可以 技術面是永遠領先 基本面 跟消息面 所以我一直強調 把技術分析學好 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事間看到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今天台幣 這個台幣還在扁啊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可以掌握到每一次的轉折 7月11號 在高檔的時候 9000多 將近9600 我告訴大家量價背禮 跌下來的時候 我說這裡會反彈 透過技術分析就可以計算得出來 當反彈到這個滿足點的時候 大家說中秋變盤往上 我說認為基本上往下 你要注意的時候 它有沒有跌下來 跌下來 當跌下來的時候 我在這個地方 不會叫你去賣股票 因為我認為基本上 這是一個相對低檔的底部 而且我告訴大家 磨台結算 外資整備轉買為賣喔 轉賣為買 轉賣為買 那有沒有漲上來 來 我來看看到底有沒有漲上來 我基本上都讓大家一一驗證了一下 因為重點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能事先知道的話 你絕對不會被市場左右來左右去 懂嗎 好 在這裡 來 有沒有漲上來 有嘛 外資有沒有買 有 怎麼事先知道 技術飛機啊 就可以事先知道 好 那相對當時也跟你講說 來 10月底的收出 注意最後一波逃命點 逃命的機會 它會反彈 那反彈會造什麼 造規劃會走這樣 那有沒有彈場 有喔 來 請注意聽喔 投資朋友 我今天解盤解決的重點之外 我有一些重要的訊息 請聽好 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 在兩個禮拜前 我在演講會當中 來台北跟高雄演講會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會彈 會往上漲 結果有沒有往上漲上來 當時的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漲上來 有 那漲上來之後 好 好 接下來你該怎麼做咧 距離封關還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但是你不要做錯方向了喔 重點是 明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這一陣子也告訴大家 來 這些事情 因為 在電視上有些事情不能講 有些事情不能講 不能在電視上講 我裡面有寫到很多的東西 都在裡面 那 有些事情 我不方便在電視上講的話 我 思考了很久 我覺得 我要趕快來幫助投資朋友 在低檔的時候 我不會叫你殺 趕快來演講會 我來跟你講 會怎麼走 那你當你驗證了 這兩個禮拜 投資朋友 你驗證到了喔 好 來到這個關鍵時間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走出去 再幫大家一個忙 所以我決定了 我臨時緊急的 我還要再辦一次演講 為了這就是什麼 幫助投資朋友 為什麼 因為每個轉折點 你如果抓好的話 基本上你做股票 基本上無往不利 你不會做錯方向 因為我一直強調 技術分析你學好 你會知道結構跟邏輯 你的方向就很清楚喔 你就不會受到市場的情緒 教育局 像昨天很多人在追高股票 追買股票 那個地方反而是一個賣點 像今天開始壓回了喔 好 請聽好囉 投資朋友 我現在很慎重跟你講喔 兩個禮拜前 如果你有來聽演講會的 你驗證到了 如果你沒有來 你錯過了 那你真的錯過了 這一波的 一個低檔的買點 轉折買點 好 現在關鍵的時刻又來了 你錯過的沒關係 上次有來聽的沒有關係 這一次我還是要幫助大家 所以我們緊急的在這個六日 我要做一件 我要辦一個活動 請聽好了 等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個活動的時候 等一下廣告中你就可以去行動 重點就是這個 來 我六日要擴大辦我的演講會 我上次只辦台北高雄 這一次因為有的投資朋友說 他不是住台北 不是住高雄的 他沒辦法來聽 他覺得很可惜 反應非常熱烈 好 沒關係 數一聽 這一場演講會 我有六日兩天 禮拜六 早上在台中 台中的朋友上次錯過了 抱歉 誰跟你說不好意思 這一次補給你 下午在台北 禮拜天上午在台南 台南的投資朋友 你也有機會跟我來見面了 下午在高雄 好 這裡面的主題我會講很多細節 很多電視上不能講的 礙於主管機的規定 有些事情我不能在電視上講 但是我可以在會場上親自跟你講 會發生什麼事情 選前會怎麼樣 選後到明年到封關前 甚至到明年一整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會把裡面的內容想得非常清楚 讓你知道怎麼去抓那個轉折 明年會怎麼做 當你有方向的時候你就很清楚知道 當我給你方向之後 你就很清楚知道 接下來的行情你該怎麼做 所以說等一下中 等一下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這場演展會 我會把很多事情完全公開 但是因為上次的經驗 滿座真的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這一次一樣 也是座位有限 但是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你趕快預約報名 你等一下廣告的時候 就趕快預約報名 因為座位有限 如果滿的話不好意思 沒辦法讓你進來 真的對你不好意思 因為裡面 上次兩個禮拜前 來聽演講會 你的收穫滿滿 那個反彈你有搶到了對不對 那個低點你沒有殺低對不對 反多買進搶短的你也賺到了對不對 好 這次該怎麼做 那你這場演講會 一定要趕快來預約報名 我說到座位有限 請盡早預約 所以這個動作 等一下廣告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播電了 我們先進另外廣告 趕快報名吧 沒辦法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爸爸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那期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 正在經濟搶救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 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德投顧 顧德投顧 高老師免費講座 年終拼翻身 密集完全公開 10月15號星期六上午10點在台中 上午3點在台北 10月16號星天 上午10點在台南 上午3點在高雄 現在這個大電話 回答報名推薦 08005580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學密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張圖 真的 真的要跟大家趕快分享一下 一個人如果你的目標是因為夢想而開始 但是心動不如行動 如果你沒有行動 那就不會成功 你的目標 理想就不會達成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張圖真的很有趣 大家來看一下 來 導播照這邊 如果 因為 生活因為你想做什麼 不會因為你想做什麼 給你報仇 因為你都在想 停留在原地 也不會因為你知道什麼 而給你報仇 而是因為你做了 你真的去做了什麼 才給你報仇 如果你停留在原地 待在旺 你永遠不會達到成功 你想要的目的 好 那我們往上看 有人為了理想 不行啊 傷害別人 踩著別人的頭頂往上爬 這也是一孔方式 再來有的人啊 爬到過程當中 又有一些思想偏差 就走偏了 走偏了 走偏了 再來 有的人啊 就快成功了 爬到一半 快要成功了 為了要摘上面的蘋果 就快成功了 但是就猶豫不決 他只要堅持下去 他就真的會摘到蘋果 來 努力啊 你行動 一定要行動 你不行動 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你一行動 你照著你的方式行動之後 你就真的在那蘋果 你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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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的人會選擇什麼 這個 不做任何努力 就想要 投機取巧 拿一支很長的桿子 想要去勾那個 勾那個蘋果 好 有人是選擇這樣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句話呢 這可以用在我們股市當中 其實投資朋友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 就算你想要在股市當中 圓夢 賺錢 讓生活好一點 能夠累積財富 這個是大家的願望嘛 大家的願望 但願望怎麼達成 如果你沒有 好的功夫 沒有技術的話 你怎麼去達成 常常往往的 因為情緒控管失控 財富就被人家重分配了 那我這陣子來 我一次告訴大家說 我怎麼做 我就是希望你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今天來有一檔股票下跌 叫可成 可以講跌翻了 它怎麼跌這樣 你跌好幾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說 小心利多不漲 小心利多不漲 因為利多是什麼 當你看到這個利多 你會覺得 這個可成 哇太好了 趕快買 就你失去了情緒控管 但是從技術分析可以告訴你 那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我就做什麼動作 因為我什麼 我就是要去行動 好 我怎麼行動 這一波的反彈搶完之後 這裡放空 它今天有沒有跌下來 有 好 那你怎麼去掌握那個轉折買賣點 10月27號 我說來喔 跟上我腳步來囉 機會來喔 我都跟你講我怎麼做 244.5 好 我都跟你講怎麼做 集拉 當你在追的時候 市場在追的時候 我賣給你 好 獲利了結 271 這就是操作 這就是我認為基本上 你的目標 理想有 但是你要確實行動 怎麼做 很多人就會做 顛倒平 你知道嗎 不只這一次 我每一次我都跟大家講 9月5號說 小心啊 高檔利多出境 量價背離 它一定會回跌 我一直在想 從周線來講的話 整倍回檔 我也告訴大家 哇 你小心啊 大陸的崛起 你不要以為說 可憑現在的獲利是 很好很好 搞不好它最好的狀況 就是今年啊 那怎麼做 我都跟大家講了 有沒有 怎麼做 你不是要架差 這裡空下來 好 重點來 反多之後 這裡要空 基本上 我要跟大家講說 你要有技術學好 你就知道 大量的低點都會跌破 後來都沒有跌破 今天又一個大量的低點 那你要數一啦 你手上有可乘了 該怎麼辦 如果你手上有可乘了 該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講 我怎麼做 昨天我跟妳講 聯發科 你不要看到利多 不要去追 我選擇放空它 有沒有 好 你注意喔 聯發科 漲也是外資 跌也是外資 來昨天也是他買的 那接下來如果外資 不動了 不買了 因為高通一定領先 下跌了 那怎麼辦 你手上有 聯發科 我知道市場很多人 喜歡做聯發科 真的 但是你忽略了一些事情 除了技術面外 或者是你看報章媒體 但是你忽略了很多事情 人無禁優必有遠慮 你要注意看看 這裡面的東西 我一直強調我看到的未來 我從技術面可以看到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 都具市場性的一些高價股 我也是要市場投資本 很喜歡玩 很喜歡買 但是重點是 買賣點你都沒掌握好的話 你怎麼在股市當中 把你的夢想完成呢 懂我意思嗎 聯發科當時 在520的時候 我說高通已經下跌了 你要注意 好 當時我就說 他一定會有利空 這些利空 有沒有 這些利空 他真的 就這樣子 跌下來了 有沒有 但是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跟你說 那個利多來了 好 那個位置還在400塊附近 這個利多有沒有來 好 來了 來了 那來了 如果你技術分證 沒有把學好的話 你可能會在這裡追高 買點在400塊附近 這裡已經來到450了 而是賣點吧 你要注意喔 控盤者主力 他拉高的目的要幹嘛 他放利多的目的要幹嘛 在400塊有人看到利多了 先買 當漲上來的時候 當利多 漲上來你就看到利多嘛 漲上來你就看到利多嘛 那利多要幹嘛 如果你沒有 看透技術分析 你不懂得這些主力 在玩什麼遊戲的話 你從常會被他修理 你是被修理的 你懂的意思嗎 好 我講那麼多 其實在股市當中 未來的行情 技術上是一個 非常 怎麼講 艱辛的一條路 但是呢 如果你這陣子以來 這經驗以來 如果你是套得在高檔的 如果現在期待行情反彈上來 有啊 昨天反彈上來 你的股票解套嗎 沒有 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 你不可以 停留在原地想啊 你一定要趕快去 努力的去實現啊 行動啊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你要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 你才有辦法 解決你自己手上的問題 那所以說 你有這些股票的 其實我會建議你就是說 來 兩個禮拜前 我也針對這些股票 我經常做一些解析 那 這場演講會裡面 我也會把很多的東西 公開給大家說 接下來 有些股票你該怎麼做 你怎麼去讓自己在年中翻身啊 套牢的股票該怎麼翻身啊 該怎麼把賠的錢賺回來 這裡面有一些技巧 這個技巧也是不會有人跟你講的 而是我 我一定會在這個場合 跟大家公開的 所以這兩場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的投資朋友 你剛還沒報名的 你趕快找時間 你趕快等一下 趕快利用這個下面的服務電話 跟我們服務人員做一個報名動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臺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加入租屋服務平臺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臺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顧得頭顧高老師免費講座 年終拼翻身密集完全公開 10月15號星期六上午10點在台中 左3點在台北 10月16號星天上午10點在台南 下午3點在高雄 下一個打電話 打爆明這線0800-55808 用心 用心還是用心 是顧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顧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頭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騎破股票雙征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訊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頭顧 顧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開啟停 請用啟停五分鐘 五分鐘 趕到喉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風天 проц...